大家好,现在进入第三个 第三个板块,叫做Standard Cost Calculation DET 我冲去快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简单看一下 这个是CO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 Best Practices Package 首先是 如何 更改这个Activity Type的价格 时间直接过一下这个PDF 更改这个作业价格 其实 在这个Fearry里面应该是 比较简单的一个操作 需要手工的输入作业价格 然后 我们找到这个Manager Cost Rate Live 也是以前我们的KPR6 然后 输入Card Center 选择Active Type 它用的是E 然后 然后这个Card Center 这个Active Type 从2019年 Fearry的6开始 它有Fix Rate 19刀 Valib Rate 18刀 它是每小时 然后我们的Edit 然后可以在这里面 背后它的 Fix Rate 和Valib Rate Fix Rate 它输入了 Valib Rate 输入了10 然后Safe 然后这个就我已经背后好了 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个界面比以前的这个KPR6界面要吃光的多 比较简单的多 其实有时候确实没必要搞TF ICP已经这么复杂了 确实应该是发败危机 我再第二步是Create Costing Run Costing Run大家都比较 熟悉了 就是 CK要有N 就是Costing Run 2分钟 这个能够快 那就直接播放 Manager Costing Run 创建 创建 Create 然后输入一个Test1 作为Costing Run ID 然后输入一个Costing Run的时间 这个暴露了这个 视频 这个录制是2017年录制的 Costing Variant Date是PYC Run 然后Costing Date 输入时间 这个时间一个默认的带出来 Chall Save OK OK 这就结束 这是PDI 我们要不看 非常的简单 就是创建 保存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就是 创建保存 然后看 看一个Costing Run的结果 ExecutingCosting Run OK 这个应该是 看结果 刚才是已经保存到 所以我们要出行了 然后继续找到那个App 找到这个Costing Run Select的Costing Run OK 这个就跟我们 Grid里面的那个页面 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select 相应的这个原材料 反装 然后 公查 然后先 save 然后execution 然后下一步 这个就跟很熟悉了 这个就是我们 在SAP 柜里面 相应的操作 即步操作 先选择范围啊 然后再选择 Costing 可以查这个问题 然后可以 选择Background 找不到Raw 或者是Costing Run OK结果出来了 结果出来之后是marking 选择1710公司呢 后面去marking 然后 标记 标记 标记执行 最后以后我要发布 里面去这个标记的 做一件 执行 OK 这个跟标准的原始的这个SAP Costing Run 是本件一样的 好了今天这个版块就到这里 非常快 非常简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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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